輸入資料比如說輸入之後的話 那通常假設我這邊都輸入是正確的 最後的話你一般都會一直Enter 比如說你這邊填完Enter 它會自動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跳下一個 它實際上它裡面內建功能就自己幫你跳下一個 實際上它就會把那個Enter 幫你轉換成TAB 轉換那個TAB 但是你最後按Enter的時候呢 它會跳到什麼 跳到那個 這邊我先把它刪掉 它最後的話 它會跳什麼跳那個 比如說我這邊 那最後你要必須按一個新增 那之前就有個同學 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蠻好 它習慣事實上直接在這邊 按Enter 就新增了 這樣的話可能會更留意 因為你就不需要說 一直用鍵盤 然後呢最後還要用滑鼠 用個鍵盤最後要移到這邊 點一下 它覺得說最好 輸入完這個就按一個 Enter 自動就幫我輸入進去了 就不用再 點這個新增 所以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說 那我如何可以 直接輸入完之後 按個Enter之後 它會自動幫我 去呼叫什麼 按鈕的這個 這個程序 這裡面的話牽涉到一個 就是說 Enter 它這個 鍵盤的動作 鍵盤的動作 在那個 ASCII Code 就是在那個內瑪 就是最早定義那個 電腦的那個 鍵盤的號碼的時候 Enter是13 所以你查 ASCII Code Enter 它是13 它的位置是第13個 那所以我們只要判斷什麼 如果當 按下按鈕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你有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去判斷說 是不是13 如果是13的話 那我就直接呼叫 這個按鈕事件 這個邏輯應該 可以理解吧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就牽涉到一個 表單設計的一個 一個重點 第一個 我要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文字方塊 這個叫文字方塊裡面 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叫 Change 可是其實我不是Change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特別是你點兩下之後 上面一樣 會有一個事件的一個清單 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什麼 Key Key Key就是你的那個鍵盤 被什麼呢 按下去的時候 那這裡的話 你選擇那個Key 被按下去的時候 那如果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點下去 下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告訴你 你到底按了哪一個按鍵 會用什麼方式傳給你 用一個叫Keycode的方式 這個Keycode指的就是 你是不是按下去哪個按鍵 那如果